在澳大利亚联邦选举投票前 澳政坛又被中国吵起来了 澳大利亚总理暗示 如果他事先通知反对党 奥库斯协议可能会被泄露给中国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6日以此为题报道称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当天 为去年在奥库斯协议公布前 没有与反对党工党就此协议进行磋商而辩误 暗示如果提前让工党得知该协议 该协议会被泄露给中国 而工党对此进行反驳 又抓住所罗门群党 与中国签署安全合作框架协议补放 以此攻击堪培兰外交政策绝对失败 对这份旨在对抗中国的美英澳奥库斯安全协议 报道称 莫里森16日在为执政党 没有和工党为此进行磋商辩护城 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协议 是澳大利亚70多年来签订的最重要的国防安全协议 我不会在工党身上冒险 紧接着莫里森还声称 澳反对党工党副领袖马尔斯 多次访问中国驻堪培拉大使馆 还重提了马尔斯2019年访华 呼吁中澳加强国防和政治合作等事 暗示马尔斯与中国联系密切 可能会泄密 马尔斯2019年访华 并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发表演讲 马尔斯当时在演讲中称 澳大利亚必须尊重中国 把中国当成敌认识大错 新冷战的论调是愚蠢的 呼吁两国加强经济 政治和国防合作 莫里森拿这一协议 对工党发起抨击之急 工党高层也没险着 抄起另一件涉滑议体攻击莫里森 而卫星社称 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 当天反驳了莫里森 关于工党会泄密的说法 他说 二战期间 当澳大利亚在最黑暗的时候 求助于工党时 工党为美澳联盟奠定了基础 从那以后 我们一直是美国同盟的支持者 报道说 工党对奥库斯协议表示支持 但指责莫里森政府 在即将到来的澳联邦选举前 将该协议政治化 阿尔巴尼斯说 尽管工党对奥库斯的支持 已经再清楚 再果断 再确定不过了 但这位总理仍在持续玩弄政治 并抓住每次机会 暗示情况并非如此 随着5月21日 澳大利亚新一届 联邦议会选举时期领境 莫里森及其政府官员 不断花大力气炒作 所谓中国胁迫 试图证明 只有他的政党 能保护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 但几乎所有的民调都显示 莫里森此举并未奏效 他的政党在各民调中 均落后于反对党 就在本月8日 围绕澳大利亚国家安全议题 莫里森还在一场 激烈的电视辩论中 再次渲染 中国在所罗门群岛建军事基地 使跨越红线 并誓言 澳疆与盟友一道 阻止中国在所建立军事基地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环球时报》记者提问时表示 中所安全合作坦坦荡荡 光明磊落 合理合法 无可指摘 我倒想问问澳方 宣称所罗门群岛士气后院 要对中所安全合作划红线 这不是胁迫 又是什么 澳方对所政府行使主权权力 自主开展对外合作 百般阻挠 这不是干涉 又是什么 澳方与域外国家暗相操作 拼凑军事集团 加剧和扩散风险 这不是挑起地区形势紧张 企图搞地区霸权又是什么 赵立坚进一步强调 所罗门群岛的主权也是主权 澳大利亚个别政客 应停止颠倒黑白 贼喊捉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